阴间神探 精彩继续 众人惊讶地看着我 我慢慢地解释出 我们手头上的证据 有戒指 烟头 轮胎印这三样 由于今天的数据已经更新了 我们证明不了 戒指是须之鹏的 烟头上面即使有朗菌的DNA 也只能证明 它当晚去过那里而已 证明不了它和本案有关 轮胎印也是同理 况且话说回来 我们现在所有讨论 都是建立在丁逊的叙述这个基础之上 根本就没有法律一句 我这番话 给本来斗志昂扬的专案组 泼了一桶冷水 这种两年前的案件 就像隔岸关火一样 虽然锁定了当事人 但距离破案 还有一段距离 黄小桃深吸了一口气 说 既然这样 那就先按兵不动 查出朗菌现在在哪 然后慢慢找出 他们与谋杀案有关的证据 散会之后 黄小桃问我打算去哪 我说 没事干 我学校打两把英雄联盟 睡个午觉 黄小桃羡慕地说 你小子倒是挺清闲的 我真想跟你换换 我解释说 还骗你的了 我有那么没心没肺吗 我让老妖查丁绪的聊天记录 今天大概有结果了 一想到单独去会了老妖 把一般调戏我 就有点头大了 但这点小事还叫上黄小桃 未免有些过分了 黄小桃问 这案子你有什么高招吗 解灵还须系灵人呢 我觉得还是从丁绪入手吧 以他来制造突破口 黄小桃说 你不是说他的话 没有法律依据吗 我想的 所以啊 我正在想方设法 把他的话变得有依据 比如说 他所说的这一切 根本就不是鬼附身 而是当年的目击证词呢 我俩就此别过 回到学校 王大利又不知道 跑哪也去了 给他打电话 说要是我不想一个人见老妖 跟他共处一室 比包皮还难受 王大利回来之后 眉飞色舞的说 哎 猜我今天和谁一起吃的早饭呢 落雪妹 王大利哈哈大笑 哎才对了 我跟他聊了一上午 虽然都是聊的你啊 不过也算是很有共同话题了 我眉头一皱 卧槽 你没有乱说破案的事情吧 王大利一句话 差点叫我吐血 没有 我都是实事求是的说的 我脑门上拉下一道黑线 跟你交代几百遍了 不要随便说破案的事情 就不能聊点 是此更复什么的吗 王大利这张八卦嘴 真是我一块心病啊 学校里流传不少 我破案的传奇故事 比如我色诱女杀手失了身 我替人质挡下冲锋枪子弹 我为了打尽犯罪团伙吸了毒 等等等等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再怎么严格保密的案子 民间都会有一些 捕风捉影的传说和猜想 但我作为这些传奇的当事人 也只有哭笑不得的份 我们俩来到老妖宿舍 老妖跟猴子一样 蹲在椅子上正在玩 绝地求生呢 我问他 聊天记录查到了吗 老妖不紧不慢地回答 哎哟 我的小宋宋 你猜 今天我在游戏里遇到谁了 就是你贼喜欢听的 那个紫金呢 我和他玩了好几局呢 至于聊天记录嘛 查到一个 不知道是不是你想要的 我说 让我瞅瞅吧 老妖摆摆手 稍等一下啊 看我把这帮人给秒了 说吧 他按下F1键 立即满屏爆炸 把对手全都秒了 原来这是他自己编写的外挂 吃鸡程序 正在测试 我鄙视地说 原来这些外挂 就是你这种人搞出来的呀 老妖笑嘻嘻地说 哎呀 利用所学 造福社会嘛 跟你做的事情 本质上是一样的 行了 你自己看吧 老妖把聊天记录 保存在一个文档里 是丁旭和一个网名叫班若的女子 留下的 时间大约在两年前 最后一次聊天 是案发前一天 时间正好温和 我一目十行地看着 一开始两人闲聊一些明星美食的话题 后来班若就开始透露自己的个人生活 他说他被一个有钱的霸道哥哥收养了 他也很喜欢霸道哥哥 只是他的身份决定他会背叛他 字里行间透露出班若内心的矛盾和纠结 再后来班若自称秋晚霞 说他很快就要完成任务离开霸道哥哥 但他有点不舍得 想把一切对霸道哥哥的全盘托出 丁旭劝他不要干这啥事 后来丁旭向他表白了 说希望能够作为他的依靠 让他不要再参与那些危险的事情 但是秋晚霞拒绝了他 最后一次交谈 秋晚霞说 永别了 丁旭发了许多条 你在哪儿我过去找你 我试着推测后来发生的事情 秋晚霞去对朗郡坦白一切 朗郡恼羞成怒折磨他 并且把他杀掉了 站在丁旭的立场上 他得出这样的结论是自然而然的 我问老幺 从QQ能定位一个人的位置吗 老幺想了想 2014年以后的新版是可以的 说了一声谢了 老幺阻拦说 就一句谢谢呀 没什么物质表示吗 说完 他贼兮兮地挑了一下眉毛 如果有表示的话呢 我就把紫金的微信号告诉你 我说 好吧 你刚刚搞的那个外挂呢 卖我一份 老幺惊喜交加 你也玩这个呀 算你个优货价 两百块钱吧 于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我拿了个优盘 把他外挂给装走了 然后我冷笑说道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互联网管理条例 开发销售外挂是违法行为 现在人当巨货 你还想要物质奖励吗 老幺没想到我会阴他一下 惊讶地张张嘴 算你喊 一直被他挑衅 总算扳回一局 我心中平衡多了 这段聊天记录证明 丁旭是整个事件的旁观者 那么他所说的话 现在有现实依据了 黄小桃那边的进度 倒是挺顺利的 下午我感到局里的时候 他已经查到了一些重要线索了 原来朗俊和许志鹏 两年前是生意上的伙伴 朗俊占有公司40%的股份 许志鹏占了20% 后来朗俊突然将自己的股份 让给了许志鹏 耐人寻味的事 合同签署的时间 正好是案发当天 整个案子至此 似乎有了一个清晰的轮廓了 许志鹏两年前 派出一个商业间谍 去刺探朗俊的情报 这个女孩去爱上朗俊 把这一切对他全盘托出 朗俊恼羞成怒地将他杀掉 之后 许志鹏拿这个事情作为要挟 逼朗俊把自己的股份 转到自己名下 于是许志鹏就成了公司的所有人了 然而这里面有一个解释不通的地方 就是被死者攥在手里的许志鹏的戒指 我隐隐觉得 这没戒指的存在 甚至可能颠覆整个案子 黄小涛问 对了 今晚许志鹏要去参加一个死山派对 我们再去会会他们 一听要去这种正式场合我就头大了 我说 需要邀请函什么呢 黄小涛掏出一张局长签署的协查令 小的 你看这份邀请函 够分量吗 购买阴间审谈VIP版本 每天至少5集更新 尽快完结 IP就可以找到购买 希望能支持一下正版故事 感谢你们 有任何问题 可以加本集标题上的微信号来咨询我 祝收听愉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